這個就是熟悉奶奶 為什麼我撿這個呢 我加了一些鮑魚 其實因為我奶奶老爺 而且我老公和我都很喜歡吃鮑魚 現在我就試一下這裡 餐廳的很棒的 特別的鮑魚 然後他其實說 剛才跟我說這個汁其實也是 燜著和煮著 差不多鮑魚和汁 都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這個味道一定會很棒 真的很好吃 然後他是特別做這個 新年的 所以是一個特別的味道 雖然你在外國生活長大多 但是會不會都知道 會跟很多中國的 中國的傳統 就是做一些習俗的東西 你都會跟一下 這次其實是我大二年的 做太太的身份 所以是第二年的新年的時間 但是去年我們都是做很多 因為我的奶奶女兒是很傳統的 他們都是 我們一定會每年都會拜年 和婆婆的家拜年 和奶奶的家拜年 我們都會吃團年飯 然後我們平時 有時間 有時間 上年都有 都有鮑魚 都會吃很多海鮮 因為我們家 我們全部家人都很喜歡吃東西 然後我們 我自己煮東西是很一般的 但是 有時間我奶奶都會 都會做一些很棒的東西 是不是他做director 他帶一些工人姐姐做的 對 他都會當director 但是我奶奶熬湯很厲害 所以我這個其實 我很希望可以從他學到 因為我覺得這些廣東的湯 其實是很好喝 而且真的很補身體 他什麼湯都好吃 有瓜 有什麼 會做一些熬湯 讓你們補身 對 他很搞笑 他都想我 保護我的身體 然後我都想 因為我們將來 都會想生寶寶的時間 都是先補身體 所以現在都開始 都喝多點湯 我每一次 我現在因為搬出去 所以今年會第一次 就要去奶奶家 兩邊這樣 但是我奶奶經常都 每一次我去她家吃飯 她一定會煮很多湯給我們 她真的很好 然後就會教我們 要這樣做 然後她有時間 經常都幫我們 她很照顧我們 所以都會幫我們買東西 買菜 你們還可以嗎 所以我知道我很幸運 今週面部的讀者 我是暫期聲 Jesca Jan 祝大家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開開心心年年年有餘